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处于一个非常有压力 非常内卷的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下 那么我举几个例子 有一种没有什么样的了不起 对吧 这个非常是常见 第一个例子是张国龙 这个就比较让人感到惋惜了 是吧 张国龙在有人节4月1日这一天跳楼自杀 那么生前呢 非常的才华横溢啊 非常之可惜 可是呢 他忍受不了这个抑郁的痛苦啊 这个就跳楼自杀了 这个给我们一个教训呢 其实在当时觉得忍受不了 其实可能坚持一下下 这个之后 这个极度痛苦的阶段会过去的 这种所谓的抑郁的极期是非常痛苦的 去教教啊 内心极度的这种低落啊 觉得一点点没有预约的感觉啊 等等啊 那么如果能坚持啊 调整传统药物啊 也许呢 这个张国龙就不会自杀了 就干脆躺平嘛 你怎么样呢 是吧 所以说呢 对有抑郁症的朋友们 第一点就是绝不自杀 绝不自杀 绝不放弃自己的生命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这是第一点啊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千万千万 永远永远不要自杀 是吧 第二个是崔永元同学 崔永元啊 小崔是吧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抑郁症患者 小崔大概率应该也是双向啊 因为他有 我感觉呢 他在 对人的时候呢 大概有点是造狂像啊 这个 可能呢 有点时间消失了啊 只是意欲想 但他勇于承认啊 是吧 承认他 而且我觉得一件事 他做的非常对 因为抑郁呢 往往跟压力有关 往往很多追求完美的人 容易抑郁 那好人也容易抑郁 为什么呢 因为好人尽量的想满足别人的需要 是吧 过多的考虑别人 而过少的考虑自己 想把事情都做好呢 如果做不到呢 这种 对人的精神的这种能量 这种套劫 那么小崔当时做的这个小崔说事啊 压力很大 是吧 后来慢慢的开始呢 压力变成了 失眠 后来抑郁 是吧 但小崔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 你当他发现自己出问题之后呢 不接受这个事情 而且呢 他舍得放弃已有的这种 这种位置 这种荣耀 来给自己减压 我觉得这个是小崔说的 非常正确的事 这个是小崔 这个艾伦呢 我觉得这个艾伦是著名的 什么叫 单口相演员 对吧 主持人 这个 他 向公众啊 他不介意这件事 就是我有焦虑啊 我有抑郁啊 而且这个 有时候还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他有吃药 对吧 抗疫药啊 这种肝肌肌啊之类的 但是他非常的坦然啊 这不是很正常一件事吗 是吧 那谁能不生点病啊 是吧 无非就是说这个病呢 是脑子里边的问题 是吧 所以他呢 就公开说 我是需要吃药的啊 吃抗疫药 这个 所以说呢 该吃药就吃药 对吧 该吃药就吃药 没什么了不起 现在有些高压抑的行业啊 你要不吃点药的话 感觉你是不是压力不够大呀 这个 所以说抗疫药的这个处方量 是非常非常之巨大的 那么刚才讲的小崔啊 还有个办法 除了吃药 看医生 是吧 心理治疗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自我疗愈 是吧 给自己减减压呀 实在不停地躺平吧 对吧 那么小崔当时做这个小崔说 事儿压力太大了 该死咱就不干了嘛 是吧 有事了不起的 这个生死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小事儿 前边挑过五个字儿 那都不是事儿 所以小崔舍得去个放弃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由于舍弃 但不放弃啊 没有放弃啊 因为后来又做了很多事儿 是吧 做了别的事儿 但在那个时间段里 给自己适当的降低自己的自我的期待值 那么减少自己的压力 甚至完全躺平 都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疗愈自己 就像说 咱们腿断了 你看要去跑步吗 不可能 是吧 根据自己的当时的这种状况 决定去给自己这件压 把一些重担给卸下来 可以帮助更好的御夫 所以说呢 最后一位 这位邱吉尔先生 是个神人呢 邱吉尔先生 就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 对吧 诺贝尔的文学奖 然后邱吉尔带领英国人 整个这个坚持到底 最后把这个二战给打赢了 所以三巨头嘛 这个邱吉尔和斯福和斯大林 是吧 应该这个 斯大林到后来的这个生育不是特别好 因为苏贡早期有些大清死的之类之类的 但是这个邱吉尔的生育非常之好 邱吉尔除了抑郁之外呢 也是著名的一个酗酒者 其实这两者也有相关 那么压力大的时候喝点酒啊 就容易喝酒了 是吧 然后心情不好容易喝酒 但是他承认呢 这一生当中啊 都是被这个抑郁所困扰 这个他叫做黑狗啊 black dog 所以这只狗呢一直咬着他不放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反复复 但是他坚持不懈 他接受他忍受 有时候忍不住啊 但是也从来没想到要放弃 他既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 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 某种程度来讲呢 在这种战时的 作为一国之首的这种压力 是无比的巨大的 这个 但他没有放弃 而且呢坚持下来了 所以说呢如果有时候呢 即使治疗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有复发呀 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 到这样的心态 是吧 去接受他 我们忍受他 那么即使在有 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做出 非常了不起的事业 对吧 这个是邱吉尔先生 他长寿啊 确实长寿26加26 他活了91岁 是吧 91岁 但是他在整个一生当中 他接受这件事 忍受这件事 耐受这件事 这个 相对来讲呢 张国荣呢 就这个放弃了 很可惜啊 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啊 所以呢 总结来看 通过这四个名人 这个 Ellen 这个 Churchill 这个 小崔 听用员和张国荣呢 第一个 抑郁症患者 绝对不能做事啊 一定要活着 活着就有希望 第二个呢 我们要有余舍弃 但不放弃 那么给自己整点鸭 甚至躺皮 都没问题 第三个呢 该吃药就吃药 不能对吃药有这个 这种忌讳 这个 抑郁症就是一种病嘛 有些叫治疗 是吧 有心理治疗 有自我治疗 自我疗愈嘛 这个 有这种环境的改变 也有药物 我的其他的节目 做过药物 但是呢 有时候呢 他还是反复的来 是吧 拿这个谁的话来说呢 喊一万没万了 是吧 那如果真的是喊一万没万了 咱们也只能接受 接受忍受耐受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仍然能够用一个 比较充实 比较丰富 有意义的人生 可能不是很快乐 但总有在间隙有快乐的时候 是吧 当他来的时候 就接受他吧 就像是邱吉尔说 这条黑狗 是吧 又来了 又来骚扰我 他也有走的时候 是吧 我人生当中总是有这么 一段时间 压力特别大 然后他又复发了 这种情况下 就接受他 接受他 那是他 积极的治疗 坚持的努力 不放弃 该治疗治疗 该怎么治疗 该怎么治疗 该舍弃一些 世间的这种 所谓的功名秘录事业 也可以舍弃 但是不放弃自己 好 夏尔峰老师 Dr. from Singapore 跟您分享 精神科心理学 常数医学的 这些科本的知识 今天讲的 思维有抑郁症的名人 抑郁症的名人 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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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